8比5 徐晨发球 双方 墙进 双方 上 空双方 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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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陈速场 这个时候下跃步落点真是不错 对 肩膚也有点高了 确实这个比赛就像之前看到的 德国队虽然他们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支队伍 但这场比赛你也不能把它看成弱队 你要把它看成弱队的话 比赛会困难更多 比赛一开始这段我们看到 德国队并不是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 尤其他们其实在混双和男单女单 这三场球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的 而且第一场球本身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难打的 再加上又是这种主场的压力 我觉得这种困难准备肯定要做得更充分一些 现在是到了11比7中国队领先4分第一局的间歇 今年的苏黎曼杯是在第一级别的比赛里边改变了比赛方式 从过去的8支球队变成了12支球队 通过抽签中国队和德国队日本队分在同一个小组 中国队第一场是今天迎战德国队 然后在24号迎战日本队 从这个组两个对手的情况来看 日本的这个五场球的实力更为平均一些 他们和德国队有点像 就是没有特别顶尖的选手 但是有那么几场球都是有一二流之间的选手吧 可以算 另外其实日本的女双一直不太弱 一直都是我们的主要对手 对 女双现在这一队可能比以往更全面一些了 而且更粘强一些 所以中国队在处理上面可能更需要一些耐心了 或者更针对性 这球是运气比较好 其实他放的质量不是很高 差点没过往 但是刚刚好一个滚往球 其实德国这个男队员的他的 他的这个手上感觉控制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好的 只是就像你刚刚介绍说的 他的身高并不是很高 跟他们的女队员差不多高 所以他的估计面其实不是很大 再加上他的进攻的这个胸部 其实欧洲球队经常有这样的 就是女选手比男选手还高的 这种组合挺多的 丹麦的那一队雷伯恩和朱尔也是这样 其实欧洲的这个羽毛球打的人并不是特别多 然后所以不可能像中国队一样 能够有比较的广的一个选择面 我可以给这个男选手个子高一点 女选手个子矮一点 这样配起来比较好配 德国队呢就是像德国这些欧洲队就是 你能凑上两队就不错了 对 而且欧洲很多队他们其实打混双 可能这种理念上面和中国还不太一样 中国像我们队已经习惯了 就是女孩子一定要再往前抢往 然后男孩子在后面去绝对的进攻 但是像在欧洲队他们很多时候 其实更愿意有的时候 是女孩子在后场去控制球 这是他们的一个战术 现在中国队的这个混双里头 我看就是张楠和赵云磊 张楠去往前的时候会比较多 其他的混双组合都是分工非常明确 小薇宋 拖冰 来 好 小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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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柜 打 德国队过去呢 他们的女队主要是靠徐怀文 也是过去中国队的一名选手 现在徐怀文这次已经没有报名 而且在世界语言的很多比赛里面 徐怀文也已经很少出现 估计退役 这样刘国队现在就没有中国的选手 过去中国队的选手来帮他们比赛 过去其实徐怀文我看有几次比赛 像苏碑也好 还有这个刘碑也好 徐怀文算是他们队里的一个核心队员 是靠他打 没错 这是一个铺球自己下网 其实赵琴丁我觉得打球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你看着特别好打的这个往前球 也会存在隐藏着一些失误的风险 对因为就是你看到机会了 所以你下手就会狠了 就会不会说顾及到后面 而且像刚刚那个球马进他的放网其实质量已经不错了 虽然他意识到了 可是他手上的动作有些变形了 爸妈没有过 主要还是马进的这种跟进意识比较强 给这个男队员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压力 特别的轮转过来 这一球我们马进在挡直线之后马上去抢往 形成了反击的机会 而且徐晨跟他的配合也很好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方式反击 这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固定的战术路线 平常在训练中就会特定的去练这种 18比12 从德国队的队员的一些姓氏来看 他们可能也是过去 有东欧的选手 或者就是欧洲东部其他国家移民到德国的一些选手比较多 这一堆混伤呢 他们组合的时间也